凌晨3點左右 永康區公園路上 黑衣男拿著鋁棒 毛足力狂敲鐵門 另外一旁的大水缸也不放過 只是 左敲右敲包圍起來再敲 男子手上的鋁棒都變形看來快要折斷 但是水缸穩風不動 大約30秒左右的攻擊畫面 除了在副駕的人坐在車內錄影之外 共有4名持鋁棒的黑衣男 大水缸看來連破都沒有破 其中一人還氣的丟出了鋁棒 遭到囚鋒隊攻擊的店面是個工程行 員工說國慶日當天老闆是在家睡覺的 沒有想到公司會被攻擊 影片中鋁棒打不破的大水缸還屹立在門口 只有邊邊一點點破色 根據了解 工程行的老闆綽號偶告 過去是地方角頭 近年形勢低調 但疑似牽扯近10號凌晨 安平區的酒店鬥歐糾紛 當時一群人馬路邊打架 勒脖子全拿腳踢通通來 4人對上了4人的裙架 多人受傷 警方僅表示疑似是酒客起了衝突 結果兩個小時之後 安南區歐告經營的麻辣燙店被砸 三點永康區交頭的工程行也被攻擊 丑幫隊跨區接連出手 這個鬥歐事件之後 另外還有四處 他們有繼續去尋釁挑釁 那我們也初步已經掌握到雙方的人馬 個別有15人跟5人 上時國慶從安平區一路打到了永康區 警方抵達的時候都沒有現刑犯 由於酒店前鬥歐受傷的患者裡面 有一名經紀人 是否為了簽約問題還是有其他的糾紛 酬幫隊橫行街頭報復 整治安實在讓民眾很安心 三點新聞王少宇 朱宇榮 台南報導